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整个治国就像彭小贤一样 那么这个整个的很多细腻的东西 你适不适合做这些事 其实我觉得各界就是常常认为我好像垄断了马先生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没有证据具体的说法 比如说一个礼拜七天 我即使当秘书长的时候跟主席碰面的时间 也就是一周例行的两次会议 加一次例行的这种所谓的午餐汇报 其他时间通通不在一起 我怎么去垄断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多人把我当作一个稻草的假想敌 因为第一我不太出来解释 第二我也不太出来交际 能够借交际的场合来说明 其实这个就是我概括要承受的 其实这也是蛮必要的 在台湾的目前的政治文化里面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进进出出这么多次了 所以我如果要垄断的话 我不会退出这么多次了 我已经退出几次了 虽然看大概有个四次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对政治的体会有自己很深刻的 因为我有时候人在里面 有时候人在外面 所以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是要概括承受的 我现在的角色是浮选 浮选的话对我来讲 五个月后也许又自由了 这个不是说也许 五月后我就自由了 但是我们当然希望在这个选举之中能够 不是为了马英九总统 也不是为了国民党 而是希望为了台湾 在未来的发展之中能够尽自己的力量 因为我们相信马总统当选的话 对于台湾的未来绝对是正面 所以你原本在2008年 马英九先生的声望各方面都是人民期待的 可是到现在为止 社会上常有一句话 叫做含泪投票 你怎么可以让民众觉得说 这是含泪投票 含泪投票其实是非常不乐意的 是没有选择的 可是你能不能让马英九先生 或者马英九总统 让大家真的认识他 这就就是你是整个复选目前的执行长 我觉得这个马总统赢得连任 他一定要拿出这个具体的说服的内容 他为台湾在中华民国这三年来做了哪一些 未来能够继续做到哪一些 在我来讲 这一次的选举对我来讲是一个 不是那么得知心那么重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照非常明显 马总统在这三年来做了哪些事情 他让台湾的未来的这个愿景 在中华民国这个平台之上继续往前推动 所以他喊出不同不独不武 是这两岸政策里面 也许不见得讨好任何人 觉得他太消极 但其实在我们来看 这是中华民国这个平台 还是在台湾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在这一个平台 这个守护福之下才有美好的一个未来 所以马总统这些年做的政绩 我不需要在这边一一细数 我只觉得就是说 大家为什么会有人说出函内投票 是因为他当2008赢得的时候 都是以200多万票的这个所谓高票当选 大家对他期望非常高 可是他一上来就碰上了这个莫拉克风灾 再加上了金融海巷 全世界所有的总统 从欧巴马到当时的英国首相 加拿大的总理 日本的首相 全部通通都是面临台湾的问题 就是人民的期望是越来越高 没错 可是还剩下170天 人民感觉的那个无感 你有办法让民众 那个所谓的有感 它不是空口说出来的 让人民真正感受的 不只是现在的施政 还有未来的那个憧憬 未来的一个期待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动的目标 有出现吗 我觉得这个让人民自己来做评断 因为当竞争的对手也好 批评者也好 作为一个权力的长有者 你就要盖瓜成熟 你认为自己做到了很多 让人民有感 但人民如果感觉无感 你就要更努力的 再去让人民体会到 什么叫做有感 就要具体的成效出来 那我觉得我周围的人 的确有些人会告诉你说 现在经济有变得比较好 现在政府做了一些事情 以前在陈锤扁总统时代的时候 大家所有议题的焦点 通通都集中在贪腐的问题上 很多的民生问题 通通不会在 因为媒体是个零和游戏 可是等到贪腐 这个问题 马总统的连结 是不需要大家有过多讨论 所有的一一的民生问题都出来了 包括像树化器的问题 像国光石化的问题 像二代健保的问题等等 也就这些民生问题出来的时候 这些民生问题都是很多年来 都被忽视的 可是马总统的马政府也好 他们都尽力在这个 去解决这些问题 也许解决到现在为止 不尽如人意 但是他至少都做到某一个程度的 替人民在这些民生问题上 一一望全推 譬如现在农业的问题 也扶上台面 马总统也尽量想办法解决 所以我觉得人民是有他自己的公道 自在人心的 到底有没有感觉到 马政府在努力做事 我觉得要尽自己最大力气 拿具体的成效 让人民感受得到 但是对于这个 在政治上的一种 刻意的攻击也好 或是夸大攻击也好 我们也要有反驳的能力 这一点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未来一百七十天 你们会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 马总统前几天要求 这个政务官对于外界的 这一种扭曲事实的这种攻击 需要能够勇敢的站出来 在火线上去说明政府所做的 这个团队的认真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 让民众有更深的体会 各种民生的问题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会一一的浮现 随时每天都有各种的挑战 能够通过这个挑战 我觉得就可以赢得人民对你的信心 你在过去提过说 这个派系的问题 国民党这个有派系 所以这个派系必须要能够解决 那现在选举一百七十天 能够解决派系吗 派系我很早 外界都好像说 马总统要消灭派系 我是回来执行消灭派系的任务 我觉得这一点是 从头开始就是 有一个比较刻板的二分法 我当时就讲过 其实所谓的派系 如果你用中性的名字来讲 叫地方的政治力量 最多讲地方的政治势力 但是它有正面的 也有黑金负面的 我们是要去结合那好的正面的 地方政治力量起来 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政治 美国人都讲过 一切的政治都是从地方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会 笨到不了解说 我就是好像活在云端 不了解地方 所以很多人常常跟我讲说 你不懂派系或什么 但是很多在批评的人 他真的还没有跟派系人物 打过交道 我觉得台湾的政治 对不起 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立刻再回来 再回来除了这个 整个你说谈的这种改革 碰到这个选举 会不会要暂时的缩索 另外一个就是 国民党的这个不分区 国民党的不分区 现在台湾社会大众都在看 因为相对比 民进党的这个不分区 是非常令社会大众 专业弱势失望 国民党能不能够 真正给人民一个亮眼的 立刻回来 请补充现在在我们这个现场 如果宋楚瑜先生 在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在八月底 最新的这个说法 宣布说参选总统 最像我讲的就是说 这个参选总统也是每一个 这个政治人物自己的应有的权利 所以你也无法去说 勉强说你不要选 我觉得还是要 如同我先前所讲 要勇敢的面对各种可能的情况 那做最务实的这个打算 然后又拿出最大的诚意 去化解各种的可能避免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困难或障碍 这个化解是不惜任何代价化解还是说有它底线 但是我觉得政治上能够这个政治上有时候真的需要妥协 那那个妥协不是分账 不是利益的交换 那个妥协是说让彼此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彼此也许都不满意 但是彼此都能接受 那我觉得国民党在最近这几年来 至少在我这个参与党务的时候都是秉持这样的原则 就是说一定要游戏规则公平 然后透明公开 不管在处理任何事情上 那你即使会有一些撕裂 或者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对抗 都不会这个动摇到这个你的整个的一个 给外界的一种正面改革的形象 但如果一旦有私心的时候就 那我自己至少觉得无欲则刚 所以即使得罪人呢 只要能够把事情做好 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 我觉得马先生在这一方面 他的特质也是如此 就是说他愿意再做必要的妥协 但是他也有他的坚持跟原则 所以你认为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可以经得起检验 但是马英九先生说不要互相残杀 可是如果避免不掉的话 最后还是会面临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不要把它变成残杀 应该变成竞争嘛 变成竞争的话就是一个正面的 变成一个互相残杀就是一个负面 所谓的竞争就是一个正面的竞争嘛 就是说该面对的 能够再透过沟通跟达成共识 我觉得在尊重录此的这一种态度之下 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这也是所有犯弹者都希望达到的 这也是国民党到现在维持都一直拿出 这个所谓的一个架构 然后表明在尊重你们决定的原则之下 希望大家能够能够达成一个 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构 最后的底线呢 最后的底线您指的是 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妥协 如果没办法协调 我想就必须勇敢的面对竞争嘛 就是竞争 可是刚刚提到的说这个不分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不分区能不能摆脱过去国民党 所以有各种的可能所谓的政治的分赃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不分区 这是社会上对于国民党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希望国民党能够提出一个 尤其是国民党支持者 或者蓝军的支持者 希望能够提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名单 那我想国民党也不会不了解社会上的期待 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 多大的挑战 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这关系到了人中间选民也好 或者所有的这个竞争者的对手也在看 就说你们到底是不是能够提出一个 如果你提出一个名单 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回响的时候 那民党的这个不分区名单的争议就立刻解套 所以民党也在看你的名单 可是这个内部是怎么样去达成这一个 让社会大众能够接受的名单 我觉得当然这个 整个党有他的一个审查委员会的一个组成 我也是其中的议员 但真正当然是主席个人的这个意志 也有里面的一定的这个关键力量 所以我想最迟 最快 对不起 最快大概9月多才会开始这个 触及这个不分区的名单 所以我想这时候多说什么也没有用 到时候就是看这个名单出来的时候 能不能经营起社会的检验 能够让社会上对国民党有不同的一个 这个评价 认为以过去的名单来比的话 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一个名单 你预期有很大的难度吗 那在这个政治的各种的压力之下 其实我刚刚谈的很多都是代表我个人 做一个浮选角色 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也不能代表这个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 但是我是其中的一个分子 我也会尽我这个敬言的态度 跟这个在党内里面发声 因为我是审查委员之一 我也会这个届时啊 一再的这个能够把我的看法 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 我觉得社会上对于这个名单非常的重视 我们国民党自己的内部 我想也有同样的体认 所以你自己个人来讲 你会拼了命去 对我会尽我最大的力 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力去 去这个 但是我只是其中一个委员 所以这种感觉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些的变数 超出 不会 我觉得这个从主席到党内的同志 大家都有共同的体认 就是说社会对于我们这个名单的期望 是非常这个殷切 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 也就是我们的支持者 还想一百七十天 蔡英文主席 这个未来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 一直说在南台湾 至少大概在南部 可以有六成六成五 甚至于在台南有七成的 以我参与选举经验 这个得票不是用喊的 这个用喊的话 有时候往往反而是一种 信心不足的表现 因为如果你自己文有很大的优势的时候 有时候反应该更低调 因为以我过去选举经验 就是爱兵必胜 交兵必败 如果这个原则是不变的话 在此时此刻离选举还有五个多月时 就喊出自己可以拿到多少 非常优势的这种得票的话 他其实也透露某些讯息 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 而这个讯息对我们反而是正面的 可是最近这因为这个国庆之间的这种问题 让很多所谓的这个泛蓝的一些的民众觉得 这些政治人物在干什么 这些政党在干什么 很厌烦这种事情 厌烦到这个最后 很可能就是会产生相当大的一些的 这种废票群 我觉得选总统跟一般的地方选举不同 就像我前一阵子讲说 大家有一个迷失 就是这个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 应该讲逻辑上 常常把这个所有过去县市选长的 十几个县市选 县市长的选举的总投票 加起来跟总统大选来比 总统大选跟县市长选举 先不要讲说它的成绩不同 在投票的行为上 任何民主国家里面都不一样 如果是所把所有的县市长票加起来 然后来算作说这就是民进党的票 就是国民党会得的票 到一对一的选举时候 它的假设就变成 投票行为只有政党票 可是你要知道投票行为里面 一定是有政党票 有候选人取向 有议题取向 对不对 但是刚才那个算术的逻辑的话 是没有别的票 只有政党票 所以这一第一 第二不合逻辑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说 总统大选投票率跟 这个一般县市长选举 或立委选举 又是完全不一样 总统大选往往是最高的 所以在这种情之下呢 我觉得到了总统选举的时候 人们会想到的是 选出来的总统 是国家未来方向定位的领导者 他会有把一个 期望的因素放进去 所以就跟这个买股票一样 他会看 说这个股票未来的这个 走向 走向 这个很重要 那我相信台湾民主人民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礼 他们这个非常有智慧 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那不管人们的判断也都是民主的代价 因为这个是一个民主游戏出来的 人民的选择 任何一方都必须概括承受所有的结果 但是我对于这次的选举 我觉得以马政府到现在的表现 虽然不尽如人意 但是我觉得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现在人们已经慢慢看出来 政府在做着哪些事情 那当然选举是艰困 相对于上一次选举的话 我们所领先的这种差距 但是我觉得 问我个人的话 我是有信心的 我们是只要能够在未来的 您讲的170天左右 能够这个不要去犯错 能够稳住脚步 然后拿出具体的政绩 来说服支持者 人民在选择的时候 我相信他会做 他除了这个政绩之外 170天 最后可以让人民说 我为什么还要再投票 我为什么不只是要含内投票 我不要含内投票 我为什么要投你 给民众那一个感觉 那个在哪里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要拿出具体的这个内容 来说服人民说 你看我已经做到哪些 而且我可以跟你 让你有信心 我未来会做到哪些 而这些已经做过的政绩 跟未来打算推动政绩 都会让台湾的未来会比现在更进步更好 而不是让台湾停滞 或让台湾后退 你刚才这个将近50分钟的这个访问里面 连续提到好几次 都希望五个月之后能够很快乐的离开 所以你是彻底这五个月之后 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的个性比较喜欢自由自在 我也比较喜欢接近大自然 我喜欢运动 所以对我来讲 或许这种所谓的固定的 这种公务员的生涯也好 或什么 不是那么合适 所以我这个是期待这个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更自由一点 然后因为有很多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对对 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现在完全没办法做 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是角色理论 现在这个第一 不过还好 因为我都有运动 所以以前我大概一个礼拜跑步只跑三天吧 现在几乎天天跑 所以我上次讲说 人家问我说 这个附近的朋友问我说 你现在怎么都天天跑 我说没办法 这是输压最好的方法 所以跑完步以后 这个总觉得日子还是蛮美好的 所以五月之后看你很快乐的离开 还是从没哭脸的离开 这是我们努力的 当然是希望快乐的 这个是希望一个 这个 其实真的是 这不是为了自己 这个我讲这个话倒不是唱高调 而是说 你想想看 我跟我太太请假 说服选 也是用这个理由全服的 我说 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马总统不连任的话 对我们来讲 你觉得还有什么 这个其他的选择 台湾一定会进入一个 一个必须这个人民共同 就这是选举民主的代价 我们当然希望他是一个 在民主这个过渡期间的时候 像马总统这样一个候选人 当选连任的话 对台湾觉得是正面 我一直强调一个是一个过渡时期 因为台湾民主 我刚刚在广告也跟您谈到 我觉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到了一个成熟的民主 谢谢 但在一个过渡时期的时候 我觉得像马总统这样一个人是 可以替台湾民主设下很多基准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关键发展的时候 最需要的一个这个政治 谢谢金普聪先生 如果从国庆之间 您今天这个开诚布公的谈这个问题 在未来是不是很很乐观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还是到最后必须要面对 你刚刚讲的竞争 所有社会大众都在看 谢谢金普聪先生 谢谢 再回来2100全面开讲 马上回来我们现场 谢谢